Hello 大家好 我是屍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就会和大家谈谈梁凌杰 即是那些黄人俗称的梁义士 他的手机内容被破解放到法庭 会和大家分享内容 而且就着相关内容 代入他的身份去想一下 究竟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举动呢 也会有一些我的感想和感受作为分享 甚至乎我认为这件事是与网络欺凌有关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为什么无端端又会与网络欺凌的事 大家记住看到后面 如果大家看完我的影片之后 觉得我的分析不太合适 甚至乎觉得我的方向错了 其实都欢迎大家在下面善意讨论 但是今次这条影片 如果我在下面留言看到有人说什么死得好 抵死这些留言 我是一定会惨的 为什么我不是说什么偏帮那些黄人 诸如此类那些 我是因为觉得我们身为中国人 其实我们就一定要留一些厚德 如果你说见到那些人渣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话 我会和大家一起拍案叫绝 在留言区说抵死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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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中身监禁 但是今次的情况确实是有点不同 我们既然身为正常人 当然要有回正常人的得行 如果觉得我说得不错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留言订阅赞好 而订阅了的你也记住 按下旁边的钟仔 到时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条正常人的影片 还有订阅组的观众都要留意下会不会自动被系统退了订阅 因为最近有观众跟我反映有这个情况出现 说了很多废话 现在节目就正式开始 首先有一件事 其实就一定要和法庭和警方去澄清一下 因为有一些黄人 不知道他们是无知 还是刻意去做一个抹黑 他们居然是说警方和法庭是无资格去解锁人家的手机 人家都不是什么罪犯 人家又不是犯暴动罪 你不可以解锁人家的手机 但其实今次警方解锁他手机 确实是有理有据 因为他今次的死法 其实是在医院以外的身亡 必然要开死因庭 大家都知道 他手机的内容 其实对于今次的案件 一些庭上的审核 是一件事关重要的物证 所以一定要解开他手机来看 知道内容才能解开迷团 让法官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他在案发前一两天 用自己手机搜寻过 旺角Jump 2019 金钟Jump 和一些旺角过夜 旺角宾馆 心灰 林郑落台 还香港自由 相关的搜寻字眼和资料 为什么我会刻意说Jump 因为有些字 确实在这里不方便说 否则系统会自动追击我 我这样出不了片给大家看 继续说回 其实他上面显示出来的资料 相当正常 因为一个正常 心灰意烂的人 其实会去搜寻这些资料 真是不奇怪 因为我其实也有些明白他的感受 因为我自从被港安医院搞到欠债累累 还没有了护士牌之后 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段时间 你问我有没有试过去搜寻这些东西 我当然有 如果稍为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些事 可以看看我平时在下面都有贴那段新闻 了解一下我以前经历过什么 继续说回案件 暂时看上去他手机的内容 真的很正常 很合理 之前有些报章说 抗俊宇给钱给指令他 暂时看上去真的不太相似 还是有预谋 提早一两天 就用自己手机去搜寻字眼去布局 然后给钱 又是给比特币 等警方这一世都查不到 然后沟通给指令他 就是用太空卡去开Telegram 然后不会说一句 就铲一句 永远不留纪录 可能真的有这个机会 不过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比较少 有些年轻人为了钱出来搞事 出来扔砖 出来打警察 这些大家都知道是事实 但是那群年轻人的收钱 是说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武功高强 身轻如焰一定可以走得掉 还有那时他们个个都以为 有台湾作为他们强大的后盾 有什么事跑去全台湾就搞定了 但是到你说直接给钱 叫他去做这些不理智的行为 其实我个人来说 就不太相信 因为现在已经开了死欣婷 我不是特意去帮抗晋宇洗白 因为我都很恨他 我不想每天看他在广东广西 最好他早点还押 但是如果警方真的找到 跟抗晋宇有关的证据 我相信在第一天的庭上 都已经爆出来 到时警方一定会用 疏摆相关的罪名 捉住他 让他无法保释 可以还押监仓 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说 我不是那么相信 之前有些报章去说 收钱去做这件事的这一套 其实大家都可以理性去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不同意我这套想法 都不要紧要 大家可以在留言下面一起交流讨论一下 可能是我自己想错了 或者是我越南的资料比较少 我看漏了些资料 所以令到我的分析比较错 大家都会好奇 如果警方说钱打动不了他 究竟是什么才能驱动到他去做这件事呢 其实我个人就倾向是因为 由情绪由气氛作为主导 和网络欺凌作为一个因素 去驱使到他会有这个行为 因为在19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其实整个社会的气氛是相当之压抑 有很多人的情绪 即是不论黄蓝 大家都会很抑郁 大家的情绪都变得很失控 而且就是说 其实黄人他们年轻多 他们很懂得剪片 去做一些很煽动人情绪的影片 一些音乐 诸如此类就放上youtube 所以有这么多因素的情况之下 就会煽动到有些人 会去做出一些不合理 不理性的行为 真的不出奇 而且死因庭都曝光了 原来这个人之前是因为一些伦敦金的骗案 其实他当时也是一个保释紧的阶段 而且之前也有一些报章提及过 其实他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 没有一个正常固定的工作 也不是什么专业的毕业 又不是什么大学的毕业 是一个这么压抑的气氛 再加上他本身租高的人生情况之下 所以会令到他有这些念头 其实真是很正常的 又或者是这样 如果我反过去问 如果他本身没有牵涉伦敦金片案 他是一个白手卿家 很聪明的人 就算家里很穷也好 但他自己聪明 自己可以找到四五晚一个月 又可以改善自己 又改善家人的生活状况之余 又找到一个很好的女朋友 大家觉得就算他多么不满意 政府的施政也好 但是他会不会走到这一步呢 其实我想大家听到我的问题之后 大家心里都有个答案 其实说实话 2019年的事 我想最多都是属于一个情绪的渡火线 但是真正令到他变成这样的炸弱 我觉得是跟所谓的政治事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相信是因为他背后的经济压力 再加上一些人身租高的情况 因为又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人起诉 会不会坐牢 就是这么多的因素加起来 令到他有这些不理智的行为出现 另外就是说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 大家能够接触到的资讯实在太多了 与此同时 其实是有很多价值般错误的电影 游戏 一些书籍 故事 其实都出来了 经常有很多英雄主义的电影 去游戏大家的思维 让大家觉得 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 我甚至乎拿这些东西 去自比为上帝 耶稣 是为信仰而犧牲 正时长期去接触这些电影 这些东西 是很容易会令到有人有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里补充一下 为什么我会说这件事 是会与网络欺凌有关呢? 明明没有人网络欺凌过他 很多人都很尊重他 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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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欺凌过他 那我说什么欺凌呢? 但如果大家再去想一想 当这个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然后他走到建筑棚的危险位置之后 大家都知道 整个香港是看着他 对他来说 他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他在那一刻 最后他选择缩沙 究竟他之后会变成什么呢? 由他选择缩沙那一刻 肯定是全部的黄人、连登 总之所有很多黄色的网民 都一定会不停耻笑他 一定会和他说很多很难听的说话 对他进行网络欺凌 例如笑他是一个为了吸引别人注意 才去做那么多小丑戏的人 然后又会有人说 他是为了众筹才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又少不免会对他进行一些起底行为 他读什么小学、中学、以前做过什么事 就好像现在 终于知道了他是伦敦金骗案保释 都肯定会被人一五一十找出来 这对他有多庞大的心理压力呢? 可能大家没什么经历过网络欺凌 未必太感同身受 就不会知道究竟心理压力有多大 我在几年前就经历过 我就被人冤枉了 很多诸如此类的事 我都相当明白究竟是一件多可怕的事 我相信由他踏上棚的危险位置的时候 他都拎了一段时间 我都相信他想到如果他缩沙之后 就会发生这件事 他都会知道 万一他选择缩沙之后 人们如何对他评价 他自己是否承受得住相关的舆论压力呢? 所以其实他应该是很纠结的存在 因为他当时会担心 之后究竟人们对他的网络欺凌 他是要怎样自处呢?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负面的因素 担心将来又会被网络欺凌 然后各种生活的不利因素条件 再加上当时的气氛渲染之下 结果就造成了今次的悲剧出现 今集大家听下去就会觉得 好像我是特意去为王人帮他说话 其实不是的 不过我是承认的 我今次这件事 确实是站在一个极度中立的立场 去和大家分析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分享给朋友 好 按个小铃铛 下次再看 拜拜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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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